今天在高雄台铁新左营站有一场特别的婚礼 一名来自香港的铁道作家跟太太 包下一整列蒸汽火车作为结婚礼车 要到屏东潮州铁道园区补办婚礼 新郎带着新娘不是搭礼车 反倒是来到台铁月台 这辆举光号蒸汽火车就是他们包下的 结婚礼车一上车 亲友们早就在等候鼓掌欢迎给予祝福 而这对新人来自香港 新郎在香港铁路工作 本身也是铁道迷身兼铁道作家 原本疫情前就想来台湾包火车结婚 直到疫情后才能补办 而这辆列车呢 共有六节的车厢 从新左营站开到屏东潮州站 也带领新人的亲友 造访了几个特色的车站 而根据老姐包下蒸汽火车 共花费50万元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